跑车留卡芬妮 唯一一个射手可以在攻击的同时保持移动 疯狂提升跑速 不管是使用直走还是使用速射炮的阿基隆加速 跑速都能够达到上限的800 真跑车 一期的苏爆发力很高 爆发来自于他的狙击 我们就一直保持上下左右的移动 就算中了一发 我们还有神圣守护 他想顺一逃走 转按着脉冲炮一炮带走 我还开了直走 拿下手杀 苏作为定点狙击手 空上跑速快的真的很难受 二技能加速贴他的脸 转按脉冲炮再次击杀 塔吓得他 苏这把狙击打了我三分之一的血 我猛点他们的前排古墓 古墓师傅也抵挡不了我的小机关枪 再用大招收割古墓 同时逼退苏 如果大象敢砍塔就能拿下双杀 直走的持续时间长 顺鱼能抖关键技能 各有千秋 开启直走直接顶着塔把苏点死 如果我带的是顺鱼 这波就会危险一点点 一半的血量又喝到苏来终结我 本来秒剧也看点运气 而且碰上的是能边走边普攻的卡芬尼 再者我玩的是跑车流 苏的技能就更难命中了 残血逃离古墓 地上很多眼位 边打蓝鸟边退 古墓深山打了我一下 苏突然从右边出来 脉冲炮直掉蓝鸟再一炮打古墓 长得帅跑得快 一打二慢慢来 脉冲炮直接冲进塔内 两炮收下古墓再出来 小跑车来了 苏见到我再逃已经来不及了 脉冲炮为一打一炮 走进塔下再打一炮 当线已经杀穿了 不管是一打一还是一打二 清完兵我还能跑线 直接大招捡走拉兹 莫拉古墓再下 这波转线不但能收头 还完美避开在下路被抓的危机 下路准备打架 我上岸的速度比不上都有死亡的速度 古墓追了我两下发现追不到 拉兹还想追 一炮爆起打掉一半血 换速射炮打两下 大招直接收掉拉兹的人头 打着蓝鸟又要准备一打二 苏头点了我一下大招劝退 苏已经离开大招范围主动终止 大招用速射炮追着古墓点 二技能加速 直接贴苏的脸三秒钟击杀苏 剩下的古墓也往左边逃离 用着速射炮直接推二塔 很肥的弗洛伦你感觉到需要来终结我了 要过古墓打前面的弗洛伦 跑速快它的话就不容易中 拉兹把我秒杀 大象拿下双杀 再次用大招遇上残血的拉兹 刚好在大招的最边缘 打出收割输出 二技能加速追着剩下的古墓 先用速射炮把血量压低 再用脉虫炮打出一炮爆发 双杀 输在开局的那一瞬间 他已经逃不了了 不用一秒我已经在他旁边 除了跑速快 速射炮射速也很快 不过这一局队友劣势好大 达尔西都在打架前就没了 拉兹弗洛伦战斗力也很强 还好我身上有个复合甲 不然这里就要被一波了 菲利其实也很难切死输 队友有三个人都是可以当杀我的 拉兹 弗洛伦 还有莫拉 我身上还有死神链铛 莫拉也有 玩四个肯定是想要秀的 遇到之中就是他肯定会两段上来 跨个圈回去 他的血量一定跌不到大的 还好我有个几种 没几种我就被圈缓到追不上他了 但后面慢慢把装备换回主流装了 毕竟这局谁输谁赢还说不准 跑车流速度肯定比不上主流 这个开端位置对双方都有利有弊 我没看错吧 弗洛伦怎么就连续暴击我两枪 莫拉一个大招就稳满血打阿西秒了 剩下的数据就不够了 复合时间刚刚好在兵线进来前 大招直接开不管是轻便还是逼退敌人 成功锁住还减了个输 一换三不能再等5打5团战了 团战会溃不成军 这里是唯一一波能赢的最后希望了 迪拉克感觉不要去追伏了人比较好 重化就会被秒 本来4打2 现在3打2 对面还是两个阻力 那就很悬了 问题是你还不能一退 等对面复合完我们就能少一个迪拉 迪拉克直接无打是我们就没了 只能拼这一波了 虽然成功的机会也很低 达阿西直接没了 迪线也没了 大象没了 我也没了 希望也没了 没了 通通都没了 不过跑车流也打出风采了吧 对线无限单杀 一打一能杀 一打二还能杀 跑车流卡芬尼 装备为 骑士长靴 雷电戟 破针战矛 飓风双刀 冬日战斧 沿路之爪 奥一为 棒路 夺碎 龙爪 魔闻为 牺牲之福 祝福 神圣守护 魔闻 鬼爪 听说点赞留言 百万会16连胜哦 我是跑车流卡芬尼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